明人终于要开始学习新的仙人模式了 就在仪式被击败之后 众人一起回到了木叶 看到村子如今繁荣的景象 柱坚不禁感慨万分 飞坚看着自己的火影炎 注视着整个村子也是相当满意 如今大敌已灭 历代火影们终于能够好好观摩下 明人管理的木叶了 但却让大家不要如此懒散 真正的大敌可还没消灭 同时他斥责明人这几年在修炼上懈怠了 明人尴尬地挠了挠头 关于修炼他正有一事想请教注尖 那就是关于仙人模式的修炼 注尖闻言先让明人展示了下所学的仙术 明人在数秒内便开启了妙目山的仙人模式 施展的速度虽然很快 但注尖发现他所吸收的自然能量却少之又少 这是因为明人的仙人模式仍然只处于初级阶段 说完他便向明人介绍了自己的木盾仙术 所谓的木盾仙术 其实是由三大仙术中的一种 配合上木盾组合而成 而他所用的仙人模式 正是尸骨灵阔于仙人所传授的 明人至今才知晓 原来仙人模式还有着更高级的阶段 不过想想也是 当时他仙术尚未完全学成 就被召唤回村子对抗长门了 在那不久后又成为了完美的人助理 有了更强大的力量 也便没怎么再研究仙人模式了 一番考虑后明人决定前往妙目山一趟 因为想学仙术最快的地方没过于那里了 他先召唤出了一只联络蛙 之后通过对方将自己想前往妙目山的消息通知给了身座仙人 换到了妙目山 时隔多年再次来到这里 明人不禁回想起了当年那些轻松岁月 不过现在还不是怀念过去的时候 他将想在这里修炼仙人模式的事告诉给了身座仙人 身座听完后爽快地答应了明人 明人如今有着大量的战斗经验 再加上第一阶段仙人模式的基础 想要掌握第二阶段的仙人模式并不是什么难事 几天过后明人逐渐掌握了技巧 看到明人进步的速度 身座不禁感叹道 明人这孩子 潜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明人便学会了第二阶段明镜止水的仙人模式 全新的仙人文显现在他的脸上 这还是继六道仙人以来 第二个人完成了妙目山仙术的这个阶段 突然联络蛙传来了大蛤蟆仙人想见明人的消息 明人心中坠坠不安 不久后他和身座一同来到了大蛤蟆仙人面前 大蛤蟆仙人一看到明人来了便问对方是谁 明人无语地再次做了自我介绍 而蛤蟆完再次见明人的原因 正是他最近又做了一个梦 曾经的闭眼睛发少年 不久后将再次和浑身黑色的东西 以及带着犄角的强敌战斗 这将是一场带着整个人界走向空前繁荣或者毁灭的战斗 明人心里明白大蛤蟆仙人所指的应该就是大桶木灰叶 留给他变强的时间不多了 这时在木叶的孤儿院中 黑爵突然出现在了药师斗面前 都一看到黑爵惊恶地发动了前影多蛇手将对方缠绕 黑爵不慌不忙地让都别激动 他是来谈合作的 说完变相都展示了一个观目